24小时营业的夹娃娃机店现在正夯 而全台各地现在是越来越多家了 不过就有家长反映 许多孩子沉迷于夹娃娃机 影响到了身心发展 新北市金发局日前开始发动联合机查 打算在半年之内完成检查距离学校 200公尺以内的娃娃机店 不过夹娃娃机店的存在真的是不好吗 不在学校200公尺内的店家就不用机查吗 以下是天外天记者的追踪采访报道 一间 两间 三间 三重光是一条不太长的大智街 就有四间夹娃娃店 再加上连近的重阳路段 就有足足八间那么多 这夹娃娃机店像是杂草越涨越多 密度还比便利商店高 到底是好是坏 购买娃娃机的人会把娃娃机台 承租给其他的人 其他的个体户或其他的商号 那他们这些个体户或其他的商号 就会去租个三四台 然后放在那边去贩卖他们的自家的商品 那这样子的话变成是另外一种兼差的模式 那对于现在来讲的话 是一种还不错的一种投资的模式 夹娃娃店变多其实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有利无弊 不过现在定价数量如雨后春笋冒出 究竟为什么其实其中有个大原因 就是夹娃娃机店一般是采用无人经营 投入的成本相对较低 还大大满足了许多人想当老板的渴望 当然会吸引民众开店啦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商业 一旦蓬勃发展了以后 它的秩序会产生一些问题 尤其是竞争者市场一多了以后 竞争者就会白乐化 那就会有一些业者会想注意 那种比较奇怪怪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 所以说里面都会放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东西 如果是放青菜或是三锡产品 倒还不足为奇 如果机台上贩卖的是儿童不宜的商品 政府就会依照儿哨法来家常查处 不过目前新闻消息都是说 政府要积查距离学校200公尺内的娃娃机店 但三重大直街上的店家 附近虽然就有三间学校 店家却都不在距离范围内 该怎么办 基本上因为警察局提供提报 我们的名单里面有750一家 那我们会初步筛选 会将优先在校园200公尺以内的店家 或优先的机场 那清炒完后在主外或向外扩展 包括200公尺以外 不在距离学校200公尺以外的店家 我们组部这样扩展快去做机场 预计半年内全部清炒完毕 家娃娃机店增加 对于商业蓬勃发展是有实际帮助 也能活络一些闲置的租赁空间 不过正面帮助有 业者也要小心触犯法律 才能真正促使社会进步 记者沈舟林区三重 采访报道